我們接下來要介紹就是在SensionView裡面的最後一個小部分 就是所謂的SIM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過這邊的一些相關設定 就是我們可以一次透過按這個Play按鈕 可以播放一整就是橫向的一整排的Clip 好那既然要這樣的話要示範的話我們直接從 就是從這邊Library裡面搜尋 好那我們先搜尋Drum 我就隨便囉 譬如說我搜尋Drum的話就Clips 然後我就直接惡化不多說就拖過來 隨便 那我們就拖個四組 沒有進來嗎? 這個不能拉 好來 好 這樣四組 然後 五組 然後我們再來找 譬如說Bass 那也一樣隨便拉 五組 好完全是隨便拉 然後隨便把Clip拉進來 然後我們再效果 Fx 所以我也不知道等一下聽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好 然後我突然想搜尋一下DELAY 這個應該是MIDI 對 這個是MIDI的部分 所以 就先不用 好 好 這個也是重複的 好 再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好這邊不要搜尋 剛才這邊有什麼 這個 Screamer 好 名稱 名稱我們就先不管 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直接播放看看 我們音軌都是小聲的 好 OK 好 等於說我可以從這邊直接播放橫向的一整排 那 來 好 Click關掉 有沒有 好 然後當然 各位順便 再 就是複習一下 我們可以直接送Send 像我剛剛很直覺 就想要把這個Saxophone Auto這個送一下Rever DELAY DELAY 好 那我們聽場景2 好 然後3 好 基本上 我剛剛是隨機的拉了很多Clip進來 然後我們這樣做 好那我們第一個要做的 介紹的事情是說 我們可以從這邊播放任何的一排橫向的對不對 好所以 他有很多種想法 第一種想法 你可以他是 每一排橫向的是一首歌 是第一種想法 第二種想法是 每一排橫向的是一個段落 然後第三種想法是 完全沒有關係 依照你自己的想像 你看你的需求 去做任何的 不同的場景模式的切換 好 所以 他的那個可變性就非常大 那 現在我們要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說 嗯 我可以就是 譬如說我這樣做 我直接示範給你看 我可以透過我的 隨機的播放方式 然後 再抓出 你覺得好聽的排列組合 譬如說這樣 呃 我先全部停掉 好 譬如說我的鼓放這個 然後 我覺得我的 效果 隨便點一個 呃 這個還好 用這個看看 好 這樣 好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這個醬還蠻合的 好 當我發現覺得這個排列組合還不錯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子 就是 在一個空白的地方 你在這邊也 呃 在這邊也有 我看一下喔 基本上是要在空白的地方 去做 一件事就是 我現在播放的是這 這個玫瑰不同的Clip 然後我在空白的地方 Capture And Insert Scene 它就會把我 這 剛剛點的隨機 點的四個區塊 合成 一排橫向 好了 看好喔 用嗎 就在這裡 然後 我就可以 譬如說 選起來 然後它就會到這邊的 另外一個排列組合 好 我們再示範一次喔 好 好 我在這個地方的話 是沒有的 這邊也沒有 然後這邊也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要在一個空白的地方 Insert 其實Capture 然後如果你是Command I的話 它是空白的 然後新增一 就是 很香的空白 然後Capture 有沒有 然後我也可以 呃 呃 就是 這個 這個地方如果你想要殺掉的話 基本上是從這邊 按Delete就好了 Sign這邊按Delete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非常的方便 整個的設計方式 就是這樣 然後InCapture 我又多一組排列組合 好 再來是 這樣很簡單 然後再來是 我們如果 這邊的 就是 排列順序 順序其實你可以直接移動 你可以任意的調環 你可以直接這樣移 滑鼠按鼠直接亂移 有沒有 好 所以 基本上 非常的Flexible 就非常的 自由度非常高 然後再來是 我可以控制 不同的 速度 譬如說 呃 我假設我第一個是 Part A好 我寫A就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稍微改一個名字 然後 然後 B C D E F G H 好 我可以 就是 去給他不同的速度 譬如說 我的A 我只要在 不管在哪裡 不管在前面後面 我給他 120 我只要打120 bpn 然後 空格 A 好 那我播放A的時候 他就會120 為準 然後如果是 B的話 譬如說 我可以打在後面 85 bpn 然後C的話 140 你當然也可以大寫 好 然後 譬如說 這樣就好 那我這時候 我現在 播放A 120 120 120 然後播放B 然後播放B 85 然後播放C 然後播放C 順便要介紹到 我現在播放C 然後播放D 它就以140為主 有沒有 那我在播放D 然後播放A 然後回到120 嘛 那這個時候 我在播放F的時候 因為F跟D到H都沒有設速度 所以我現在是120 我播放F的時候 它就會還是120 有沒有所以它那個速度 是以 最後在播放的速度為準 然後你沒有再被 它沒有再被下達指令的時候 它就依照這個速度 這樣各位就可以理解了齁 好 然後最後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場景模式 想像成是 主歌 呃 前奏 主歌 然後Bridge 副歌的話 它就是用 等於是用歌曲段落在安排 這個時候你的Clip 播放 其實就會跟之前 我們在講那個 Clip的Follow Action 就會有關係 就是我就可以 選選後 你會發現這邊 相同的東西都在這裡 Follow Action 我可以 告訴 我的第一個橫向的這一列 這一排 就是說 欸 你們是主歌 呃 你們是前奏 然後我要你們八小節後 往下跳 那我這邊先設定 呃 四小節就好 這樣子 然後 Next 它就會播放到 下一段 比如說前奏主歌 然後會播放到主歌 你試試看喔 有沒有 它就Standby了 然後速度 你知道速度沒有變 為什麼 因為 好這就是 重點了 呃 為什麼這邊速度 剛剛本來是120 可是這B段是85 可是這個速度 其實是要從這邊驅動 才會 有85的速度 所以我們剛剛是透過Clip Clip播完再往下播 所以跟這邊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各位要稍微 呃 想一下 其實很簡單只是有時候 會很容易搞混 可是就覺得欸 為什麼速度沒有變 那所以 現在是120 我不管去驅動哪個Clip 它都是120 有沒有 那除非我從這邊去驅動它 它才會變85 所以這樣各位就應該有概念就是 這一排 你告知的這些速度 表情都一定要透過這一排的按鈕 播放按鈕去驅動它 它才會影響到整個Live的速度 好 那我們剛剛知道這個是速度的調整 再來我們也可以去調整Pi號 譬如說 我在這邊舉例 在這邊好了 120BPM 120BPM 然後我可以打 30 43Pi 然後這邊B 只要有 我現在舉的例子是 譬如說 只要這兩個符號 就是Pi號跟速度 有 隔一個空格 以上 譬如說這樣子 好那我可以打 7 8 好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聽解拍器 然後3拍了 1 2 3 1 2 3 3 1 2 3 4 5 6 7 1 2 好 所以基本上這樣各位就知道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呃 命名 然後 改拍號 下達拍號的指令 以及 下達速度的指令 然後透過這個 播放的按鈕去 啟動這個場景 好或者段落 或者是某一首歌這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 貼它更改顏色 然後任意的移動 然後甚至你當然也可以 剪下 貼上 有沒有非常的簡單 好 是 那個 那 那個 那 那 呢 感谢观看